哈喽,大家好,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温尼波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 曼省的生活 以及这边的生活的一些干货 经过了半年的冬天 温尼波的春天终于到了 树叶都发芽了 现在温尼波的温度 已经达到了零上二十来度了 还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周六 南区的这个农贸市场已经开了 带大家去逛一下 顺便给大家聊一个主题 就是别人的路永远是别人走出来的 别人的路也没办法去复制的 在加拿大移民这条路上 每个人都可以写一本移民辛酸史了 但是个人觉得 每个人的这种辛酸史只能当故事来看 这些故事是没办法复制的 整条路的时间点啊 这些可以借鉴 只是借鉴 只是借鉴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那咱细致给大家聊一下吧 我会分为三点 细致给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是费用的问题 第二个是时机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遇到人和事 这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先来说费用吧 有的人说我三万人民币 我就移民加拿大了 可是有的人说我已经被坑了几十万人民币 还是没有来到加拿大 这就是区别 这个没办法复制 因为像我们的话 我们总共就也就花了十五万人民币 有人说你花多了 有人说你花少了 个人而言的话 我感觉花的不是太多 就拿我们来说吧 我们五万人民币给了中介了 五万人民币是我爱人的学费 那五万人民币 差不多就是给加拿大政府了 给加拿大政府的这些费用的话 是固定的 就这里面包含了你的这些材料费用 比如省厅厅材料费用 联邦材料费用 还有你的体检 录指纹 这些费用少折几千加币 多折上万加币了 有的人说我三万人民币我就搞定了 可是这三万人民币 你要是细致算的话 真的是不够的 其实我有见到过 有花二三百人民币的 去拿这个身份的 也有花就是一万加币的 去拿这个身份的 这里面不能只看别人花了多少钱 你要看别人的个人综合能力 这个综合能力不得不说到第二个问题了 那就是个人的硬件设施 第一个就是英语了 你的英语越好 你所得到的这种信息越广泛 比如所有的移民信息 你都可以在加拿大移民官网上 CIC官网上去查 那上面的信息是更新最全面的 也是更快的 可是对于英语不好的人来说的话 他们看这些都是很费劲的 更别说那些比较懒的 不想去查询资料的 只是问别人的 你们说让这拨人去花两三万人民币 去拿身份 你觉得可能吗 所以说就自己的条件 去匹配自己想走的哪条路 是更适合哪条路 而不是说只看别人拿到了身份 就只花了几万人民币 你们要看后面的 他们的基础条件 第一个人比较年轻 第二个人家的学历比较高 第三个人家的这种文化程度比较高 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花费 在加拿大你只要能自己做的 肯定是最省钱的 不过你自己做的话 比如省提名联邦这些提交材料 你想省钱那你就耐心的去整理材料 去核对材料 这部分的钱就不用交给中介了 所以说想省钱那就自己做 这个自己做的前提是需要你有能力自己做 而不是说你现在也没有能力 就自己瞎做 那还不如多花点钱让别人去给你做的 因为要是你自己做的话 损失更大 得不偿失 第三个就是时机了 时机这个东西很容易被人忽略 但这个时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像别人说的实时照英雄一样 就拿2018年曼省这些学校的对留学生英语要求来说吧 那时候像曼大温大这些学校 你只要6分就可以直路 现在都要6.5分了 那时候一个人上语言班就可以给另个人申请配偶工签了 可是现在已经4年过去了 现在很难很难了 这就是时机 你要按现在的这种时机去走18年那时候的这条路 真的已经过时了 有人说我英语考了两三分 我要去做双路曲 我上半年语言班我就可以进专业课了 两三分到六分 你怎么自己敢相信吗 有时候一听到这种消息啊 我真的就是气不打一处来 说真的像曼省的留学的话 给配偶去配偶工签 是这条路是可以的 可以走的 不过我个人感觉啊 那个上学的那一方啊 最起码有个5.5分以上 你再去选这个留学的这条路 你要是两三分 你就省省钱吧 你就省省心吧 不然净花钱啊 也不知道这个钱花给谁了 都藏点心吧 还是那句话 别人的移民史 只能当故事来看 只能当小说来看 不要抱着别人能行 我也能行的一个态度 这里面还有第四点 第四点也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这途中会遇到什么人 比如对你好的人 比如想坑你的人 这些都会影响你这条路 去拿三分这条路的一个时间点 还有一个经济能力 比如被别人坑了 或者别人一句话 帮了你 这就是你在这条路上 遇到的有缘人吧 对你好的也许一句话 可以让你省很多很多的钱 对你不好的 有可能一句话 能让你花更多更多的钱 因为这条路来说的话 他不是说我今天递交 我明天就下来了 我需要差不多两年半左右的时间 去维持去拿这个身份 你中间不一定你遇到了什么妖魔鬼怪的这些人 这一点也会影响你怎么去顺利拿到身份 在移民这条路上不想被坑 那就不要懒 多查询有用的信息 真实的信息 我更加建议大家去逛上查信息 那样的话更加全面 还有更新比较快 也不会被别人处理过去发放的这些信息 那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第一点就是费用的问题 别人花的再多或者再少和你没有关系 第二就是个人能力问题了 第三就是时机问题 这个时机很关键 所以说这个也没办法复制的 总结来看的话 别人的路是没办法复制的 只能说借鉴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 拜拜了 您嘞